这东西怎么嫌这么脏啊 火土干就这啊 白年老链 把插了六七点 这大东家乡也打了围 太可惜了 我发现武汉这种 拆迁的地方特别 就是很多武汉的老馆子 老味道 都随着一个城市拆迁 淹没在这个城市里了 咱拆完了你看这 这地方确实够破的 造了造了造 火土干 来一份这个火土干 我老板是要什么糖 四合一套餐 王中王玉女肠 土豆 牛肝 好了 好了 阿姨请精神 火土干就是 火腿肠 土豆还有肝 这挺直接的 这是土豆 这肝是最后坊是吧 这地方是老了 对 这地方是要拆迁啊 我感觉 拆了一半了 这是肝 您这开了多少年了 我们开了三十八年 老店 白年老店 还拆了六十七十年 这个地方坚持不了百年了 哈哈哈哈 换个问题 挺可惜的 好 油控一下 吃 吃 这个是啥酱 看上去自然 哇 辣酱 这个是什么 辣椒油 哇 好好好 这一套二十六块 这地方太接地气了 生意兴隆啊 是这个不第一个大红吗 好好好 火土干 红豆粥 这红豆粥也是传说挺好吃的 这料裹得是够厚 看着我最对这种黏糊糊的东西 就内心是比较抵制的 看着挺脏的 这武汉这奇怪的 小吃真的挺多的 尝一下这干 尝一下这个料好吃 这酱可以 酱太厚了 这裹的 妈呀 嗯 美国这店能开三十多年 有点了的 这个酱很不错 肝味很浓 不喜欢吃脏气的人 这种你吃不了 谁发明这种饮食啊 双费王中王啊 我看这个城市特有意思 经常是把一些普通的食材 给你搞出个新花肉 搞一个炸炸给你开个店 搞个火土瓜给你开个店 最后还都成了名店 你说有意思吧 它是两种辣酱 一个是蒜蓉辣酱 然后最后再给你 浇上一勺这个油泼辣子 蒜蓉辣酱那个咸油泼辣的 那个香 哎呀 混合到一块啊 你描述不然 它到底是个啥味儿 咸咸咸咸咸辣辣 还味味带点甜 奇怪的 红豆粥也是他们家特色 哇 结块 这红豆粥可真真真稠啊 这不叫粥了 这成饭了 尤其我还这么热的天气 来一口这个 冰冰凉的这个红豆 蒜特别结束 这是冰与火的碰撞 咸与咸的结合 这东西怎么咸这么脏啊 但吃起来真的还挺好吃 我在印度当时待了呀 将近两个月你知道吧 天天吃的都是这种 印度人是把所有东西都能做成一锅香 真这种感觉 这店也开找过久了 大鹏家上拆迁拆了一半了 快拆完了 上次来只是打围 武汉很多地方都打了围 这是我来武汉最大的感觉 就这个城市 一直在拆迁 在改造 为什么我们现在这么推崇 这么喜欢高楼大厦 对高楼大厦 对水泥森林这么有兴趣 我觉得一个城市 应该是那种小小的街道 绿树成荫老房子 随着城市的拆迁 把很多城市老味道 城市的好的口味 老馆全拆掉了 其实这些才是一个城市的灵魂 才是一个城市的记忆 一般人闻不了这个味儿 味儿很重啊 这是武汉当地一个粉丝所推荐的 这家店马上就要拆迁了 这个城市 要运很麻烦